今天我们身上有纹身是一件非常酷的事 也特别时尚 古人是这样吗 古人反正摔虎串里面的古人是这样 但是真正中国古人其实不是 其实并不是 大多数时候的中国古人 如果你身上有纹身的话 可能就意味着你是犯罪 在中国古代的纹身这个事情 纹身这个行为 这个做法它是一种刑法 它是墨刑 给你身上拉一拉戳一戳 然后又摸手 让你去不掉这个痕迹 这个是一种 是用惩罚 惩罚就是 就等于是给你身上做一个标记 让人家一看就是你是左肩犯科之人 所以在上古的时候 它是五种比较著名的刑法之一 应该说是比较严重了 因为这个是它里面隐含的一个对自由人格的侮辱 就你一辈子去不掉 比如说咱说的严重点偷了个强了个东西 但是你一辈子 你人家一看你是干过坏事 比如说边形或障形 那你好了就好了 或者你穿上衣服你也看不见 他那个一末行 有时候经常给你弄到脑门上 一看就是你是犯过罪的 这个刑法就是不是特别的人道 不是特别人道 因为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人他犯罪呢 你分不同的情况 有的是那你活不下去了 或者怎么样 还有一些呢 那人家犯了错 你还不允许人家改好吗 对吧 这个在咱们现代文明的这个刑法体系里面 其实都是这么做的 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有劳改 有重返社会帮助 要帮助父亲人员重返社会 做的好不好 各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至少有一条指导思想是 中国古人也一样 文身的这个刑法到了汉朝的时候 就没有了 文顶之治那时候是天下成平 犯罪的也没有那么多了 再一个就是国家主张宽容 所以就把这个刑法去掉 去掉以后呢 就是从汉代之后 汉未进到隋唐时期呢 国家没有明确的这种文身的刑法来标记你 但是呢 你说这个社会上 它有多么的流行 大家认为以之为美 这个也不是特别考虑 也没有形成风气 也没有形成风气 然后这个事重新回归到什么社会视野当中呢 是在什么 是在唐朝灭亡之后 唐灭亡之后 就进入这个非常混乱和黑暗的五代世国时期 这种文字是在唐朝灭亡之后 感谢观看